整式里边的另外一类就叫做多向式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个多向式了 什么叫做多向式呢 几个单向式的和叫做多向式 刚才是不是我们出现过一个x加y这样的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多向式 那么简单的来说 我们在单向式里边是不是只有什么的运算 还记得吗 乘除的运算 是不是只有乘除的运算 那多向式里边就可以有什么的呢 加减的运算 是吧 就有加减的运算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出现了多向式这样的东西以后呢 需要去研究多向式的什么呢 一个是多向式的像 一个是多向式的次数 那么什么叫做多向式的像 其中每个单向式都是该多向式的一个像 这个地方可能同学们还不是太理解 一会儿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多向式的次数呢 是说多向式里次数最高像的次数 就是这个多向式的次数 可能也不太好理解 那么我一会儿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举例子之前呢 首先又要强调一个问题 如果要判断一个式子是 单向式还是多向式 我们要研究的是 它化简以前的形式 就是你不要去化简 判断一个式子是单向式还是多向式 一定不要化简 比如说我给大家写一个x加x 这个东西是个单向式还是多向式呢 多向式 可能你觉得x加x不就是rx吗 是吧 你一化简等于rx了 rx马上是不是就是个单向式了 对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x加x 必然是一个多向式 判断单向式多向式的时候 是一定不要化简 就看它原来的形式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好 那么这个解释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像和次数 我在黑板上给大家写了一个 其实我觉得像这一部分呢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这里边有多少个单向式 就有几像 能明白我说的吗 我们有几个单向式呢 1 2 3 4 是不是有一个 是不是有四个 对 所以这个有四项 对吧 好 我们可以先写一下 这个东西有四项 那什么是这个多向式的次数呢 是这个里边所有的单向式当中 次数最高的那个的次数 就是整个这个次数 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个几次的呢 三次 它是个三次的是吧 这个是个几次的呢 四次的 四次的 这个呢 五次 五次的 这个呢 七次 七次 好 我们在单向式的判断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个指数加起来 对吧 对 字母的指数加起来 但是多向式不是把它们全都加起来 而是选其中最大的那一个 能明白我的意思 嗯 所以这是一个七次单向式 能明白 七次四项式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了吧 嗯 好 简单的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像 没有问题 几个单向式就有几项 对吧 嗯 次数是选 这些单向式当中 次数最高的那个 作为整个这个多向式的次数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七次四项式 关于这个概念呢 又需要强调两点啊 我们一旦出现一个多向式以后 要判断它是个几次几项式 强调两点 第一个要先说次数再说项数 有没有发现我说的是七次四项式 你就不要说四项七次式 能明白我说的 先说次后说项几次几项式 是这样来说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七和四啊 一定要写汉字 不要写阿拉伯数字 你不要写个七次四项式 这个呢 不符合我们的规范 我们一定要写汉字 不要写阿拉伯数字 听清楚我说的了吗 嗯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 已经给大家解释完了这个次和像啊 下面呢 有一个新的东西 新的概念 叫做生蜜排列和降蜜排列 蜜还记得吧 嗯 我先给大家写一个啊 降蜜排列 什么叫做降蜜排列呢 题目一般会这样说 他说 请把这个多项是按照X的降蜜排列 他一定要说按什么的降蜜排列 他不能直接说降蜜排列 因为我们这个里边是不是字母也不是唯一的 对吧 嗯 如果是按X的降蜜排列 大家明白 我们应该把X的次数由高到低这么来写 对吧 嗯 那第一个应该是什么呢 负6X的四次方 哦 所以按X降蜜排列 就是负6X的四次方 Y的三次方 哦 其实就是把它们重新排列一遍啊 嗯 那这个四次方完了 下一个应该是什么呀 负2分之1 X的三次方 Y的平方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 4分之3 X的平方Y 然后再加上一个 3XYZ的平方 按X的降蜜排列 不是按整个次数的降蜜排列啊 呃 只看X就可以了 我们是4次 3次 2次 1次 对吧 嗯 这个就是按X降蜜排列 那生命排列你也理解了吧 嗯 我们如果按X的生命排列 是不是反过来写一遍就行了 对 那从小到大这样来写啊 呃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地方非常容易错的就是 我们在降蜜排列的时候一定要把符号带上 有没有发现我一上来写的是个-6 X的四次方 Y的三次方 对吧 一定要把它的符号带上啊 你不要上来就写一个6X的四次方 Y的三次方 历届都有很多同学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那么在这呢 跟同学们强调一下 好 我现在呢 把这个问题改一下 我现在要求你按照Y的降蜜排列 按Y进行降蜜排列 第一个应该是什么呢 嗯 是不是还是这个 这个没有争议 -6 X的四次方 Y的三次方 对吧 嗯 按Y的降蜜排列的第一个 第二个是不是这个Y的 Y的平方这个 嗯 那应该是减去二分之一 X的三次方 Y的平方 好 下边就痛苦了 有没有发现这两个 这两个单样是 它的Y都是几次方的呢 嗯 一次方 哦 他们俩一样大 这个时候怎么办 经常我们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有 有时候两项 他们这个次数是一样大的 这都是Y的一次方 这个时候啊 我们随便先写哪个 后写哪个都可以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嗯 没有要求啊 当他们有并列的时候 随便写哪个都可以 那我就先写 加四分之三 X的平方Y 最后加一个 3XYZ的平方 当你把它们俩颠倒一下 这个答案呢 也是对的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嗯 好 行了 在这儿呢 我们讲了一下 这个多项式的次数 怎么来确定 项数 怎么来确定 然后就会出现几次几项式 接着呢 又出现了暗什么什么东西的 生命排列 降命排列 都没有问题吧 嗯 那么如果出现并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随便先写哪个都可以 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这个地方呢 总结一点点啊 整式 它的定义 就是单向式和多向式 统称为整式啊 单向式和多向式 统称为整式 这个呢 就是你课本上的 关于这个整式的定义了 呃 刚才是不是说整式分成两类 嗯 就这两类 把这个概念讲完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例四啊 这两道题呢 同学们可以自己先做一下 好 来对一下答案 好吧 嗯 第一小题 多向式 这个东西是一个几次四向式 哦 它向数是不是给你写好了 嗯 那么现在要判断它的次数 是不是要去分别看一下 每一个的次数 这是个几次的呢 五次的 五次的 这个是六次 六次 这个是四次 这个是不是常数下 对吧 嗯 不研究次数 那应该是个几次四向式呢 嗯 六次 六次四向式 我这样写对吗 嗯 不对 刚才强调了一定要写什么呢 汉字 不能写阿拉伯数字 你别随手 然后写个六次 这不对 你在那边计算的时候 你可以写个阿拉伯数字 但是你在写答案的时候 一定要写六次次向式 能明白 嗯 好 最高次向 最高次向应该是这里边的这个吧 对 最高次向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写答案呢 我写一个5x的三次方 y的三次方 对还是错 嗯 错的 刚说了一定要把它的什么带上啊 符号带上 那应该是-5x的三次方 y的三次方 这个是我们的最高次向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嗯 好吧 几个经典错误啊 自己要注意一下 第二小题 判断下列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来我们一个一个研究一下啊 首先A选项 说这两个东西不是同类像 这是我们在之前讲的吧 嗯 是不是同类像呢 嗯 是的 A的平方 BC A的平方 BC 所以A选项是错的 对吧 对 他们俩其实是同类像 好 B选项说这个东西不是整式 是不是整式呢 是的 是整式 因为分母里边是不是没有位置数 对 不是说我们看到分数线 它就是分式了啊 你必须得分母里边有位置数 有字母 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的分式 那么这个玩儿 应该是一个整式 整式 我顺便再多问一下 这个东西是单向式还是多向式啊 嗯 单向式 单向式 嗯 系数是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次数是 三次 非常好 来 C选项 单向式这个东西的 系数是负一 对不对 对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嗯 来看一下4D了 4D肯定是错的是吧 找一找错误 3X平方减Y加5XY的三次方 他说它是一个二次三向式 三向有没有问题呢 没问题 二次对不对呢 不对 来看一下这个玩儿 这个玩儿是个几次的 三次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最大的那一个 嗯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几次三向式呢 三次三向式 三次三向式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应该选C 是吧 嗯 好 这一部分的概念 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嗯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三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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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